你 秋 什么事你说吧 陈奕德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从一开始你就在利用我 是不是 为了你 为了你和你的花片生 我几乎又尽了我全部的心血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秋 你今天怎么了 我怎么会利用你呢 我一直很欣赏你啊 你欣赏我 你还在撒谎 你只不过是为了报复美利 利用我罢了 我傻 我是天天最傻的女人 小五 你不要听别人搬弄是非 等拿了金奖我娶了你 那些刘原飞语将不攻自破 别哭了 陈奕德 我虽然傻 可是我长记性 我以后不会让你再这么欺负我 什么金奖 我的设计言人根本就没通过 你还在撒谎 秋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你坐下我跟你说 秋 秋 你设计的花边 本来马马朗先生已经同意拿到欧洲 但是后来 没有送起一些新的花边样子 就是咱俩在人的洋行碰见没的那一天 我要再让你设计 即便是夜以继日 没白没黑地干也来不及了 另外我知道你好强 怕你承受不了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在外面找了别人 你是不是找了梅 我怎么会找梅呢 她的设计还不如你呢 她参展的花边也是找别人设计的 另外 她是我们的对头 也不会帮我们的 为你找了谁 一个老花边女 她叫什么名字 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她的名字 秋 不管怎么样 最后获奖的人的名字 都是你 秋 你爸 她能说 她能看起来 她能看起来 来 我上了 她还在想听到一家 你才能说 你怎么说 你说她呢 你们知道她的名字 你要看起来 舅 舅 我这都是为了你 为了能让你 尽快走进我陈家的梦 李德 谢谢你 少爷 你找我呀 你这个混蛋 你现在叫我里外不是人 怎么了 少爷 都是你抽的馊主意 现在云把花边的事告诉邱了 花边坊其他人也都知道了 这个贱女人 我非得收拾她不可 收拾她是以后的事 你现在赶紧把花边都给我收起来 全部消毁 少爷 你不参讲了 还掺个狗屁奖啊 查出来要做大佬的 快去 是 你说的这些呀 我越想越觉得 除玉其他娘 最有可能是这个玉 其实我本来也这么以为 不过后来一想也不对啊 三十年前 枝花边的 都是穷户人家的女人 除老太太娘家 可是大户人家 她不可能是玉 易大老弟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我在想生意上的事 生意啊 是做不完的做 你还是想想现在吧 这兵荒马乱的 有那么一大滩的家业 没有兵是护不住的 我相信我的感觉 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什么故事呀 以后再说吧 你快去楚家吧 我还得催账去呢 易德老弟 我还是那个建议 买上那百石雕枪 马上建立其保安团 至于编制呢 我会向上边给你弄 这么多枪 得花多少钱啊 枪的事呢 交在我身上 花不了多少钱 有了编制以后 上面还会给良想 亏不了 好 我再考虑口 好 怎么了 那个穿昌山的人 怎么这么眼熟啊 那个是印城的丈夫 叫柳胜 柳胜 就叮大人质 这就叮大人质 出现了 进来 管作 你要的资料找到了 你下去吧 是 周海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把钱存到我家里 你放心吧 有容开 这次就按你刚才说的 帮我记上吧 好 那就好 周海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谢警长 你别开玩笑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叫柳生 周海 你就别跟我说 你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中共党员 民国二十四年 你在北平参加了 反抗政府的大游行 你的底细 我们已经调查得清清楚了 你被逮捕了 没错 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参加了一二九抗日大游行 不过现在 国民政府已经同意了 停止内战 一致队外 我想问一下 我参加抗日游行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这有罪吗 有罪没罪你别问我 问我也没用 我就是执行上风的命令 请吧 美 你看看 你这个织得怎么样 秀嫂 你这花边是织得越来越好了 再织不好 不仅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那个帮咱的人 小五 怎么了 小心 不好了 家里出大事了 什么事 柳先生让警察抓走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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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了吗 柳盛被警察抓了 说是北平派来的共产党 我早就听说了 真是天助我也 成福 你立刻找些人 股东印城的客户 到他们的钱庄去兑换县去 人越多越好 我明白 只要印城一垮 没得花边社就算拿了大奖 也办不下去了 快去吧 二小姐 顾爷说了 柳先生是共产党 这次谁出面求情都不行 就是县长出面也不顶用 你说怎么办 老爷在家都鸡坏了 来 来 梅 你咋来了 谢紫园 你把柳盛关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柳盛是个共产党 真名叫周海 我劝你 就别淌这滩浑水了 谢紫园我再问你一遍 你把柳盛关在什么地方了 柳盛真的没在我的警局 他被王炳章的人带走了 去烟台了 你胡说 很多人都看见柳盛就是被你们警局抓走的 梅啊 这个柳盛 就是我说这个周海 他是上边追查的药材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带回警局 就被他们带走了 你看 我说话你又不信 不信你去问局长了 我告诉你 谢紫园 你这样为虎作娼 你早晚会遭报应的 你 你这个破孩子 没 咋啦 见到柳先生了吗 柳盛被抓到烟台去了 桃 秀嫂 你们现在去我家 帮我照看一下我爹我娘 我现在就去烟台找柳盛 烟台这么大 你上哪儿找去啊 是啊 人身地不熟的 上哪儿找去 我要是不去就更找不着了 我怕柳盛被害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别哭了 梅 别哭了 要不俺让俺沈子的兄弟去打听一下 等打听到柳盛 到底关哪儿咱再去行吗 对 二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家里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柳先生被抓了 有人造谣说 咱们钱庄亏了 好多人都到钱庄兑钱 钱庄快顶不住了 二小姐 不能说了 我找姑爷去了 大家都别放急 不要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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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现在就去我家 帮我照看一下我爹我娘 他们一定很着急 放心吧 俺会趁他们的 别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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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我们的心情又不理解 别着急 别急 你可以给你们解决 大家先敬一敬 大家敬一敬 大家先敬一敬 大哥们 大姐 大婶们 我是印城的二小姐 我爹身子不好 柳先生又被警察抓走了 印城 现在我说了算 你们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吧 梅小姐 俺认识你 你就干一句实话吧 俺放在你们印城的钱 今天能不能拿到 能拿到 今天我就陪着大家 只要有一个人拿不到钱 不管多晚 我都不走 好 有你这句话 俺就放心了 柳先生在的时候 也帮过俺 乡亲们 柳先生现在不在 你们还能记得他的好 我带柳先生 谢谢你们了 谢谢 大家只知道柳先生被抓走了 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抓走 民国二十四年 也就是前年 柳先生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抗日大游行 号召全中国人都站起来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赶走日本鬼子 都不当亡国奴 国民政府说他有罪 到处地抓他 柳先生就来到了咱慕平 来到了印城钱庄 他把每个月的工钱都存了起来 全都捐给了抗日的队伍 他还鼓励我爹 也把钱捐出来 我爹答应了 印城钱庄捐了三百大洋 我爹打算再捐一千大洋 不让抗日 这是哪家的政府 想日本快打到三家门口了 再不让抗日 那还是中国人吗 国家希望 匹夫有责 我们要抗日 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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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先静一静 大家静一静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印城有钱 不然 也不会拿那么多钱来捐助抗日 你们尽管放心 大家的钱存在印城没不了也烂不了 你们随时都可以来取钱 我的话说完了 你们取钱吧 你们都为了抗日 我们要抗日 我们要抗日 乡亲们 乡亲们 我们要抗日 乡亲们 我们要抗日 喂 乡亲 话已经说得很透了 印城有钱 印城还要拿出一大笔钱来抗日 乡亲们 虽然咱们是平民老百姓 但咱不能无动于衷啊 咱不能给印城帮多大的忙 但是 咱也要尽点心哪 我看 今天咱的钱就不取了 这就是对印城的帮助 这就是对抗日的帮助 印城抗日 咱们也抗日 今天咱的钱就不取了 走 回家 走 走 走 回家 谢谢大家 谢谢乡亲们 自从柳盛被捕后 梅把悲痛埋在心里 她带着姐妹们 全力以赴 赶制参加博览会的花边 那年六月 马茂兰先生告诉梅 博览会筹委会通知她 梅的花边虽然入选 但还需要改进 梅在楚老夫人的帮助下 终于按时赶制出参展的花边 可没想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日本军队炮轰北平卢沟桥 抗日战争爆发了 你们都听说了吗 日本人昨天已经打到北平了 马上就要到山东了 你听说了 现在烟台都乱了 说日本人要从海上过来 像打威海威一样 梅 那你还去不去见妈妈了 去 我看这日本人啊 一时半会儿是打不过来的 咱们既然答应了马茂兰 就要信守承诺 把花边给人家送过去 而且 我打听到柳胜被关在什么地方了 我要去看看他 梅 你可要当心啊 官府说柳胜是共产党 你要去见他被抓了怎么办 我不怕 不管柳胜是什么党 他是为了抗日才被抓的 他没有罪 我去看他更没有罪 官府凭啥抓我 行 俺陪你去 长福 你立刻去电台买两张票 送我爹去济南 是 另外你给琉璃娜拍个电报 告诉他济南的生意 能停的都停下来 让他收拾一下 等我爹一到 跟我爹一块济南镜 少爷 日本人说来就来 你也去南方夺夺吧 慕萍这么大一片家业 我哪能说走就走呢 你先把我爹送走吧 我以后再说 快去吧 来 拜报拜报 日本军队空战男人必赢 拜报拜报 拜报来 日本军队进攻北平 拜报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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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看报来 日本军队空战男人必赢 马茂兰先生 这些花边都是我们修改好的 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美 你们的花边越治越好 真可惜了 怎么了 美 你也许已经听说了 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北平 我听说了 我们的这些花边 是送去欧洲博览会的 和日本人占领北平有什么关系 日本人的军舰 已经封锁了沿台周边的海域 去欧洲的船部 全都推迟 那我没法按照原定的计划 赶到博览会去 实在不好意思 马茂兰先生 这些花边 包含着我们花边女工 多少心血啊 我们按照你们的意见 没日没夜改了又改 就是希望时隔三十五年 能够再次拿博览会金奖 马茂兰先生 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日本人改变我们的计划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可恶的日本人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就是战死 也要把他们赶出中国 梅小姐 我也理解你的信心 我也痛恨日本人这种野蛮的行为 以后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一定来找我 好吧 谢谢您 马茂兰先生 谢谢您 马茂兰先生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好 你先带着这些花边回去 我去看看柳盛 陪你去 不用了 我都打听过了 关押柳盛的地方 只让一个人进去 好 你先回去吧 一定把这些花边保管好 等打走了日本人 咱们还要去参展 嗯 决茂兰先生 你怎么来了 梅 你怎么来了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太高兴了 还好吗 我还好 真没想到 能见到你 我早就应该来了 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你在这里 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这点苦不算什么 许多革命者都坐过牢 革命导师列宁也蹲过牢狱 而且还不止一次 作为一个革命者 坐牢也是磨练 能让人更加坚强 我希望你也能坚强起来 我挺你的 我会坚强的 只要我们都坚强起来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任何挫折 我们都能挺过去 他们还要关你到什么时候啊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北平 还要占领我们全中国 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跟我回家 带领我们一起抗日 快了 大抵当前 国民党和共产党 已经决定第二次合作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回到牧平 和大理的乡亲们一起扛日 好 我等你 爹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我不去 我们家的祖祖贝贝人都在牧平 我哪也不去 爹 日本人眼看要打过来了 北平和天津已经失守了 山东肯定保不住了 您还是跟着长福去济南吧 济南回去晚了也危险 我让琉璃娜在济南等着您呢 你们一起去南京 陈一德呢 陈一德 你喝了那么多年的杨末水 还不如你爹 日本人有野心 仗既然开打了 他们就会一路南下 要是不拼死抵抗 南京也会保不住 爹 南京如果不安全 就去广州 去香港 别说了 我哪也不去 堂堂的七尺男尔 不能被小日本乌贼 追得像丧家之犬 我要是逃之夭夭了 陈家的脸面往哪搁 中国人的眼面往哪放 小日本赶来慕平撒矣 我和尚这条老命给他拼了 反正我这把老骨头 也活不了几年了 就是死 也要对得起陈家的列祖列宗 爹 跟日本人斗 是我们年轻人的事 您老这把年纪了 还是去躲一躲得好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爹不要听 一安居士云 生当为人家 死亦为鬼兄 至今思相遇 不肯过江东 难道你爹连一间雨流都不熟吗 爹 长逢 少爷 您吩咐 赶快闭车 我去烟台 来 来 余大老爹 这个时候来找我 肯定有重要的事儿吧 丁章兄 客气的话就不说了 如今时局动荡 战争肆虐 我想打听一下 日本人何时能打到山洞啊 不瞒老爹啊 日本人的武器精良 我军节节败退 不出三个月 他们就要渡过黄河 进入山洞 我劝你啊 还是让你们家老爷子 赶紧到南方躲一躲 丁章兄 实不相瞒 我是要送我爹去南方 可是我爹 他舍不得抛下这片家业 我好说歹说他都不听 我想来想去 还是接受你的建议 拉起一支队伍 保土为安 义的老爹 如果三个月前你拉队伍 我能给你筹集到军饷 而现在到处都在拉队伍 我能给你的啊 也就是一份伟人状 有伟人状就行 军饷我自己想办法 不过 你得给我军装 还得给我几个教官 这个没问题 我给你派十个教官 让他们帮你操练新兵 另外 给你家电台 还有正式的编制 丁章兄 那就多谢了啊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 你客气啥 能帮你啊 我尽量帮你 江副官 到 唐作 有什么吩咐 这是我的江副官 黄埔的高材生 跟了我很多年 很有经验 这回回去你把他带着 帮你把部队拉起来 好 好啊 你先下去吧 是 义得老弟 虽然现在是国公合作 但是上面私下交代 对共产党不能掉以轻喜 这些赤策分子 要比日本人更可怕 这个我明白 现在共产党也在拉队伍 以后对我们是个威胁 你要设法派人 打进他们的内部 了解他们的情况 只要你做出成绩 我会上上边 给你申请郡相 我一定努力 一九三七年秋 柳盛被国民党释放出狱 回到了同志们的中间 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杨老师 我在监狱里待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耽误了很多工作 如今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 已经践踏着我们的国土 我必须要尽快地参加抗日工作 您别着急 我们今天就开会 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抗日工作 来 坐 好 同志们 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 召开这次会议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白色恐怖中 大家都冒着生命危险 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能坚持到今天 这是信仰的力量 在支持着我们 同志们 如今我们要把这种信仰 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烈火中 下面我传达一下特别的指示 大日本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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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告别的 一会儿你走 二小姐 廖先生 自打咱们第一次见面 我就看出你不是一般的人 如今你要走了 我没什么好送的 这点钱 就算我对抗日队伍的一点贡献 多谢老爷 那我给您打个收条 等将来抗日的队伍有钱了 再还给您 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你们去抗日 为的是家乡的父老 连命都献出去了 怎么 还要让家乡父老给你打收条 老爷 这是两回事 我们抗日的队伍有纪律 不能随便拿去弄的东西 那好 我印成钱庄 从今天起 你也定一条纪律 以后 凡是送给抗日队伍的钱 不许送回来 老爷 您的心意 我们领了 我们慕凭义勇军 一定用鲜血和生命 保卫我们的家乡 保卫父老乡亲 老爷 还有 我 快 回你的房间去看看 你随身带来的东西 还放在那里 今天你回来了 需要用的 你就把它带走 常回来看看 这也是你的江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柳盛走了 哎 咱留不住人家呢 是啊 柳盛这孩子 要不是共产党 就好了 他要不是共产党 他就不是柳盛 哎 哎 老爷 要是没 也跟着柳盛走了 那可咋办呢 喂 这次回来 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 让我领导 慕平民线队分部 公开宣传抗日 组建一支抗日武装 名字叫 人民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 我也要参加 不但你要参加 你还要动员花编室的姐妹们 一起参加 嗯 好 义勇军建立后 我们拉到山里 和余德胜队长的游击队会合 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家乡 赶出中国 我跟着你 不怕牺牲 一定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 不是跟着我 是跟着共产党 我知道 我们走之前 一定要想办法 安顿好你的父母 嗯 我都听你的 刘尚 我还有个请求 你说 自从你来到慕平 来到我家之后 我跟着你学了很多东西 无论是做人还是革命 我都希望成为你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员 好 我一定把你的请求 向组织上汇报 梅小姐 咱们好久不见了 来 给我吧 我来听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我已经是国军了 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 在慕平 没有比我保安团 更安全的地方了 我这人不济浅显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 想搬到保安团里住 我一定全力保护你 那我就谢谢陈团长的好意了 你建立保安团 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 我打心底里敬佩你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保护某一个人 我倒要瞧不起你 其实 我让你搬到保安团 并非只是为了保护你 我拉了三百多人的队伍 保家卫国 忙得我焦头烂了 我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把保安团的内情安排得尽就有点 那我就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不过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你还在生忧气 可现在外地当前 我们应该摒弃前嫌 齐心合力 你错了 我们之间的恩怨 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为了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 国共都可以合作 更何况是我们呢 我说了 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你的事情是不是帮助共产党 我知道 柳盛已经回来了 共产党是最早抗日 也是最积极的 我帮助他们有什么不应该吗 国共合作只是暂时的 上面有话 打完日本人就打共产党 我劝你一句 你跟着共产党早晚会吃亏的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宁可吃亏 跟着共产党早晚会吃亏的 方法 你应该要不担心 我肯定要不担心 你应该要不担心 要不担心 你坐 就想知道 你早会回到 来 你海军 生了 你还要不担心 你都要不担心 有帘船 愿意和黄军合作的人 成立一个维持会 迎接黄军的到来 不行 我一回去警察就得抓我 我命就没了 这是一封山东省政府的介绍信 你是代表现在的省政府 招兵买马 保土为家 有了这封信 慕萍城内没人敢动你 老夫人 老夫人 少奶奶 少爷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她在哪儿 已经进院子了 娘 娘 儿子回来了 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你还知道有娘 你还知道回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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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琪好不容易回来了 您就别打她了 她是个败家的东西 她怕楚家能成这个样子 我不打她 我不打她 我对不起楚家的诅咒 娘 娘 她是你儿子 娘 她回来了就一定能改的 改了以后 还是你的好儿子 娘 娘 您就别再把她打走了 行吗 娘 娘 我求你了 娘 娘 你别求娘了 让娘打吧 要是打了我 娘心里舒服的话 我情愿让娘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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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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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哭了 儿子有话 玉琪呀玉琪 你知道娘的心吗 你打死人一跑了之了 咱家的钱庄没了 娘的儿子没了 以后我怎么去见楚家的仙人哪 娘 娘 不是这样的 儿子是被人陷害的 你说啥 萧葵 不是你打死的 真的不是 娘 我给您看样东西 这是山东省政府 给我写的介绍信 那政府为你招雪了 那政府为你招雪了 不是招雪 是省政府让我招兵买马 建立队伍 保土为家 招兵买马 那招兵买马 跟案子有啥关系啊 娘 您不想想 如果说我身上真有案子 真的杀了人的话 那省政府能让我招兵买马吗 警长 你猜谁回来了 谁回来了 楚玉琪 什么 这小子还敢回来呀 马上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来 警长 警长你先别着急 这 楚玉琪这回 手里带着省政府的介绍信 它是代表省政府回来的 我好 花一样的女人 花一样的梦想 花一样的青春 在风雨飘渺中荡漾 多少泪水多少悲伤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在烽火硝烟中穿下 多少艰险 多少柔情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梦想